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渣浪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家请看 静态自断,static 什么意思 咱们上期所用的那些个变量 全都是动态的 今天咱们讲讲什么叫静态 好,看一下咱们的知识点 就两个,一个是静态自断,一个是静态方法 一回事 只不过一个是属性,一个是操作的内容 好,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 我说在这地方,我给您讲更多的概念 听了也是云里物里,我讲也是云里物里 干脆,直接看代码 好,咱们看啊 上期咱们有一个player 玩家,球员的这么一个类 对不对,这个文件 好,今天咱们要修改一下这个球员的文件 该怎么修改,非常简单 增加这么,大概五六行 好,咱们看看增加什么东西 首先说增加一个静态自断 怎么着就静态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写了一个static static是什么意思 静态的,不动的 是吧,就在那待着的 就这感觉啊 以前咱们定义变量是怎么定义 大家请看,是这样定义吗 public,就变量的作用域范围 然后呢,变量类型 变量名,变量值 对不对 今天咱们布了 public,然后说 它是一个静态变量 这静态变量该怎么理解 等我讲完静态方法 我一起解释啊 好,这是静态变量 没有问题 因为是public呢 所以说在类之外呢 可以直接访问 接下来静态方法 也很简单 咱们以前定义方法怎么定义 这样吗 方法作用域 方法返回值 方法名 方法参数 然后是方法内容 对不对 那静态叫怎么着 在这个作用域的后面 跟变量一样 直接跟上一个static 什么意思 咱们上一期 做了一个player 球员的类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使用它的方法 该怎么使用 咱们需要new一下 对不对 大家请看 上一期 咱们有一个球员类 然后呢 咱们new一下 然后生成一个类的实力 然后呢 这类的实力 有各种各种各样的方法呢 咱们可以去使用 对不对 静态呢 静态是说 我不用生名实力 就能够使用 的属性和方法 比如说 这个地方 咱们new它使用吧 对不对 我不new行不行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直接是大破链 稍等 我这怎么 我这怎么俩大破链 不对啊 稍等 我改一下 好 咱们看啊 我这地方直接就是类名 直接类名 不是实力哦 直接类名点 点什么 点我的这个方法 但是注意 我没有实力化 对不对 没有实力化 能够引用到的方法 能够引用到的属性 就叫做静态方法 静态属性 当然这个地方 一会我还可以再敲啊 再敲什么 再加上一个这个 version 也是可以直接用 一会我在这个实际代码运行时 再给您敲吧 好 那咱们看一下我的这个 player 已经写完了 咱们看一下我的这个man 这个man很简单 上来 咱们先实力化一个player 然后呢 咱们用这个player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小写屁的这个player 它可不是类 它是实力 是类的实力 对不对 那这个实力也能够点 这个静态方法 以前的话是不能够使用的 为什么因为它静态方法嘛 所以你类实力使用没有意义 所以呢 它会报编译错误 但是新的战法虚拟机里面 它是能过的 但是呢 它会报一个警告 一会咱们会看到啊 好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直接点类名 player 大写屁 对不对 直接点类名 然后是点 任何的静态的属性方法 都能够引用到 好 咱们试一下 我现在马上运行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上一期 所生成的两个类 然后呢 这个player的内容呢 跟上期一样 man的内容呢 我把里面内容都删掉了 今天咱们就要加新内容啊 好 咱们先做player的变更 怎么变 增加一个静态自断 一个静态方法 我考过来之后 还要再嘱咐一句啊 然后再嘱咐一句 稍等我考过来 我看我就考到最上面吧 为什么 静态变量特殊吗 下面都是动态的啊 不实际没啥使用 上面这个不是 大家我再给您 凿不一句啊 凿不凿不哪一句 看啊 咱们定义一个 stack的静态的version 版本号 说明这个类的版本是多少 目前是1.0.0 那么 我这还有静态方法 我静态方法里面 要引用到这个version的变量 也就是说 我静态方法里面 引用的这个类的属性变量 必须也得是静态 我这能不能引用name 不行 肯定报错 大家请看 这红了 肯定报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name 它不是静态 它动态的 咱们如果不实力化的话 是没法使用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只能引用静态 为什么 方法本身是静态 那么它使用的任何的类的内容 也必须是静态 这是一个死规定 咱们一定要记住 好 接下来 我在拷贝man的这里面的三行 这三行 我是拷贝也行 是不拷贝也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intelligent 自动生成代码辅助功能 非常的强大 以后咱们做安卓程序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非常棒 好 大家请看 我把它拷过来 然后 我给你讲解一下 跟上期一样 这时一上来 声明一个类的实例 我这再提上 query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运行 这个实例里面的静态方法 它会有一个警告出来 大家请看 现在就已经出来了 叫做什么 静态成员 come.video.player.showversion 正在被类的实例所调用 它是不推荐的 为什么 静态的应该被类本身所调用 对不对 好 那咱们现在运行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实际的结果 go 来 大家注意看 打出了两行 第一行 我这库里怎么跑这来了 稍等一下 我这个库里 正不听话 库里一把不听话 我看 Redo 重新在这 在query过来 咱们看 一共在控制台上输出了两行 一行 我库里怎么跑这来了 库里真的是不早听话 不对 是我这个 对不起 我调了输出法 我这输出法调的有点不太对 现在没问题了 现在刚才是中文输出法 现在是英文输出法 现在没问题了 我这输出了两行log 一行是类实例输出的 但是它会有警告 一行是咱们这个类本身输出的 因为是静态方法 所以它没有警告 没有问题吧 我应该把这行去掉 大家不要用这种不好的方法 我别去掉了 我给它备注起来 用类实例去引用静态方法 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推荐您不要使用 好 那咱们再试一个不好的例子 什么例子 我这个地方不引用静态变量 我引用动态行不行 比如说这叫this.name 好 这编译肯定是报错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不可能在这个静态方法里面 也用动态变量 对不对 大家请看 报错了吧 报错是完全可理解 咱改回来 OK 没有问题 咱说出一行 为什么 而且没有任何警告 就是因为它是类的静态方法 所以说呢 要用类直接使用 而不要加它的实例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静态自断的使用的意义 不知道您听到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呢 我呢 会把今天的代码 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供您试一下 静态的这个变量 对于咱们这个编程过程中 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这个 比如说咱不是做这个安卓程序 咱们是做这个web用程序 作为这个各个页面的共享内容 得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方法 它是application级的这个存取的范围 所以说呢 非常实用 但是作为安卓里面呢 如果过分的使用static 会有很多的坑 这个到时候呢 都会给您讲到 好吧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代码呢 我也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跟优酷 给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